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我们身后就是马六甲的鸡场街 也被称为唐人街 今天这期视频带大家逛吃马六甲 走着 我们正前方那里就是鸡场街 前面盘了一条巨龙 看到了吗 然后那里还有马来西亚的国旗 还有我们中国的国旗 上面写的是 欢庆中马建交50周年纪念 还有龙年大吉 对龙年大吉 这条龙做的还蛮长的 你看龙头从这绕一大圈 那边是龙尾 这个鸡场街为什么被叫唐人街呢 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鸡场街附近 设立的这个官场来储备物资 所以就鸡场街以及它周围 有20余条街道 都是咱们华人下南洋的时候 最早在这个马六甲的聚集地 大门口右边就是三叔公 这里面应该是卖那种特产的 对 看 鸡场街 马六甲老街老店老故事 这个鸡场街的名字 好像听说以前这里是专门卖鸡的 然后这以前是把它叫为鸡场街 这有卖椰子的 这块椰子好多 对 听说这里面很多美食哦 我一进来就有这个尖锐 我一进来就想吃一个 可以啊 这么凉 对 这么热 要射军了 我们要了两碗这个 它叫凉惹金鹿 对 对 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个叫什么尖锐 不太一样 嗯 冰沙的 又可以吃冰冰凉的了 嗯 嗯 嗯 它这个是冰沙 红豆 然后它里面有那个椰姜 椰姜味很香 马六甲糖 对 马六甲糖 然后红豆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 用斑斓做的 斑斓做的 嗯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不错 好吃啊 它里面的那个黑糖味道 挺浓郁 就是有种那种焦糖的感觉 嗯 可以 我们先轻轻凉 再逛 我们看到这一家了 之前就有网友说 你们去马六甲 一定要尝尝他们的鸡粒饭 对 看 这就是范粒 嗯 他们的饭 其实也就相当于 把米饭捏成丸子一样的形状 对 就叫范粒 这是五毛一个 五毛马臂一个 嗯 然后它这自己在单点是吧 有这个 你看 烧肉 叉烧 白切鸡 对 单点 嗯 然后这边还有汤类的 这个店有很多的名人来过啊 这个是说是香港的食神是吧 叫菜喇 之前我们在湖北有一个店里拍到这照片 当时不知道这是谁 对 好多网友说这是香港食神菜喇 嗯 嗯 感觉你看还有前葡萄牙的总统呢 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 嗯 我们先少点了一点 先尝一尝吧 因为这个美食街里应该有好多吃了吧 对 别一家给吃饱了 哈哈哈 哦 它这个烧鸡看着不错哦 嗯 看 这个鸡饭粒 就是把米饭拧成团 对 我先单独尝一下这个 嗯 这米饭里面应该也加料了 有一点点的盐味 嗯 还有点胡椒味 还有一点胡椒味 对 里面加料了 嗯 他说这个可以拌上辣子或酱油池 但我不太想拌那两样毛巾 还可以 尝一下它的烧鸡 看它这烧鸡相当不错 对 看着很 很诱人的啊 哇 这皮感很好吃 嗯 小鸡好吃 可以 这个咱们尝尝待会再去尝别的 还可以 它这个鸡皮做的很焦香 然后里面的这个肉 又不是很柴 炖的很烂了 也蛮入味的 这个口感不错 它底下还铺了点黄瓜呢 可以的 刚刚我们那吃的十八马币 也就相当于二十七人民币啊 它是加了服务费的 百分之六的服务费 嗯 我们再继续逛一逛吃一吃 喝一点解暑的吧 薄荷极花茶 我要一个 花姐来 这还有老黄菊 我就要那个 老黄菊 你要这个啊 咱们各要一个尝一尝 嗯 这个味道我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很阔和味 但是能清凉解暑就可以 花姐的好喝吗 这个好喝里边感觉像 那个凉虾样的那个东西 金桔 嗯 这个什么 嗯 烤面包热狗 嗯 这也是卖马六甲椰糖的 嗯 上一次萧恩过我们就说 马六甲椰糖很有名气 你看这边就看到好多 就看着这个块 感觉有点像红糖那样的 是吧 嗯 嗯 这家也是鸡饭粒 对 这家人也好多 好多鸡饭粒 四通八达的还有小街巷 所以在这里面华人很多 基本上都可以用手机完成支付啊 我们在对面看到一家榴莲泡芙 还没有吃过榴莲泡芙呢 一颗是 五马币 嗯 不便宜的 嗯 这一个是五元吗 哪一个尝尝 五元 哪一个 泡芙 嗯 这个跟咱们国内那个泡芙 感觉不太像 咱们国内的泡芙 上面有一层酥酥脆脆的 而且这皮好软 但它这个摸的感觉是有点硬的 尝一下 榴莲味中吗 看 哦 直接吃榴莲果肉 满满榴莲哦 嗯 嗯 好吃 猫山王的 嗯 可以啊 那可以 味道真浓 那要不要再买两个 算了 有点贵 哈哈 看前面这里有一家福建会馆 哇 这个门 整个门框 门头雕刻的也非常漂亮啊 嗯 看 好精致哦 然后再看它旁边这个小屋子 哦 感觉这个历史也好久远了 走 走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广东啊福建啊那一带的他们的这个房屋 每次各种雕刻特别的精美 啊 门框 刁的都是龙 哇 他们这卖的什么有机榴莲 一公斤十八吗 嗯 这种小榴莲 这是他们的这种土榴莲吧 嗯 应该是他们的 然后这个三公斤二十 一公斤二十 嗯 对 对 这是应该他们土榴莲 对 好小的 嗯 哦 好小 这种 像饺子一样 嗯 饺子一样 哈哈 哦 他们这个墙上的这种涂鸦很漂亮 哦 这个打印机好像可以打印这种T恤啊 包包啊 上面打印的这种各种图啊 就是这种 他们这外面卖的就是刚刚里面打印的这种 都是这一个小可爱啊 嗯 是这的吉祥物吧 这是哪个卡通动漫里的还是什么 不知道 不太认识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嗯 这是哪个小可爱 哈哈 杯子上也都是 对 杯子上也都是的 嗯 传统娘惹美食 榴莲旺凡 很中国啊 这名字起的 对啊 这家店也蛮有特色的 卖一些冰饮啊 榴莲制品 看 这还有个小天井 因为他们这个房屋也是比较长的这种啊 然后有一个天井 这样子就透光比较好 我们在这儿 我点了一个 酸柠檬 巴结打印了一个榴莲什么什么冰沙 23码碧 主要这个点真的好热 嗯 歇一会吧 看看它这个榴莲 它说是用纯榴莲肉做的 尝一下 哇 这盖子一打开就可以闻到榴莲味 臭香臭香的味 对 这喝着榴莲味并不是很重 不是很重 它可能都是因为在上面 我这一吸都是下面的 嗯 上面的就是浓浓的榴莲味 那你可以搅和搅和 嗯 哎坐这歇会吧 吃吃空调 嗯 那这里还有一个机场街适宜公园 世界文化遗产公园 拿督威拉严文龙菊森博士 哇这个名字好长啊 嗯 是 他被称为世界先生 亚洲先生 啊 马六甲先生 马来西亚先生 马来西亚健美之父 哦 他就是这个文化坊的创办人 后面这里有详细一点的介绍啊 他被称为街坊英雄 就是这个文化坊是他创办的 然后在这里面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嘛 当然这个也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这个是机场街全体街坊商家小贩 给他立的这个 被称为街坊英雄 哎 这个建筑很有特色 而且他的取名叫地理学家 嗯 是个餐厅呢 这很有特色 颜色搭配的好 也是很古老的房子了 嗯 外面还有这个棋楼的这种风格 这条街还蛮长的 啊 往下还都是 这边真的是华人好集中啊 嗯 又看到一家711 刚好我们转一下 我们那个驱文水快用完了 看看他这里面还有没有 那个驱文水还蛮效果蛮好的 他这家店还没有驱文水 我们已经找了两家店没找到了 因为我们是在泰国711里面买的 嗯 那个喷上效果还挺明显的 对 那我们回头到时候再找找 嗯 好凉快 我们坐这吧 我俩又逛了一会儿 进了一家娘惹餐厅尝尝娘惹菜 嗯 它这个上面也有好多的这种酱啊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其实不感觉到很饿啊 嗯 吃不太多 因为吃的东西太多了 对 而且主要是我们喝的冰的饮饮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就少点了两样尝尝 嗯 点了两杯果汁冰的 必须喝冰的 然后刚刚这个叫娘惹什么煎饼 对 先上了一个这个 先尝尝这个 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虾饼的感觉啊 看一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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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少猜对了 里面有虾 嗯 虾饼的味道是一样 嗯 还有胡椒味 然后是炸出来的 香很香 可以啊 这是刚刚进来老板给我们推荐的 对 味道不错 里面还有点点菜 嗯 这样好香 我都能闻到虾味了 是啊 嗯 可以了 好吃啊 这个 这个是宫宝鱼片套餐 看 里面有个煎蛋 然后这应该就是鱼块 对 胡萝卜 这长得像小玉米的那种 啊 洋葱 干辣椒 然后蛋米饭 哦 底下是米饭 这是一个套餐 尝一下它这个鱼块 嗯 哇 好吃 鸡蛋煎饼 对 要了个鸡蛋煎饼 嗯 这鱼肉有点点发甜 它外面的这个酱有点发甜 嗯 就是还不错 而且没有刺 嗯 来一口米饭 嗯 嗯 它们这边就好多餐厅的 就是米饭是很香 嗯 菜味道还可以 哦 它这里面有洋葱 有辣椒 嗯 嗯 然后有葱花 嗯 感觉还有什么样的 口味是辣椒 嗯 还不错呀 可以啊 这个味道可以 而且虽然是 就是它用油割出来的嘛 嗯 但是没有就是油很腻的那种感觉 那还可以 因为有好多鸡蛋虽然煎的 对 煎的好油腻那种 吃不了 我们在马来西亚吃过几次煎蛋味道都还不错 嗯 可以 整体还是可以的 嗯 这里面我觉得要是排个序的话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我俩没吃完打包了 因为天太热了 热了就特别想喝东西 一喝东西喝多了 胃就比较撑了 就吃不太动饭了 对 我们现在准备消消神 去沿着马六甲河 然后走一走 散散步 刚好去看看他们这边的景色 嗯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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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架了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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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只好大的蜥蜴在这里抱着打架 打开 这个鞋打开 哦 还第一次见蜥蜴打架 本身见这种大蜥蜴见的就不多 他两个抱在一起打 感觉跟那个人打架一样 一个抱一个摔 抱我摔 加油 我也不知道该支持谁 加油 打纱它 打碾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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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fine So sweet and kind